台湾一顶娘 期派的胜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亲手将战旗授予 信赖台湾台传金融厂企业工会后援会总会长蓝许青 这是金融各大企业工会届第一个成立的后援会 现场涌入500位支持民众 高普口号支持赖清德 郑文燦在支持时 除了呼吁民众支持赖清德及郑文婷 让台湾与金融继续走向正确的道路 对于翔丰街军方营区迁移及金融捷运案 郑文燦回应表示 前一问题应该理性讨论 国防部会审慎评估 至于基隆捷运案 行政院会持续支持 每个问题都应该理性讨论 我想基隆港对基隆人 对台湾都非常的重要 那刚才我有特别说 那我们在过去的七年当中 那我们的出口成长非常高 那马总统时代 一年的出口金额是200亿美金 那道菜总统已经超过400亿美金 那可以讲 这个我们基隆港是货柜出口的大港 那我们对基隆港的这个营运 还包括了邮轮的转型 那今年的邮轮的旅游也恢复了 那今年会恢复三成 那明年会恢复到八成 而且高端游客也更多来基隆 我想基隆正在呈现出一个复苏的情况 我们对于基隆捷运 基隆港区改造会持续支持 出席后援会的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志伟与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曾文廷议员等人 对营区迁移与否也做出回应 因为我们有131舰队 我们基隆港就在旁边 我想国防的需求 必须尊重国防部专业的选择 那也跟我们基隆市政府 做都市规划 都市计划可以做深入的探讨 我想我们要兼顾海防的安全 跟都市计划 然后居民的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兼顾这个相关的责任 所以每一个单位都必须划分清楚 相关的责任以及厘清 然后我们必须保障居民的安全以外 我们也让国军的弹药 需要更方便的后送 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国防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自主国防 这样的一个力量 难道错了吗 我们希望国防部能够在专业的考量上 去评估哪些营区必须要牵走 那在地方人士的一个意见反应之下 求得一个平衡 包括参选台北市立法院的台北市议员 许舒华及多位金融市议员也都出席这场后援会 同志委强调台船金融场企业工会是国建国造的后盾与推手 今年9月国造潜舰就要计划下水 是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要里程碑 这是台船的荣耀也是台湾的荣耀 呼吁大家支持赖清德 继续守护台湾民主成就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导